5月23号才来到伊兰专情对报道的移民官严一军 由于长相相当的清秀 英文能力极佳 昨天就在新北市破案 查获了六名陶裔菲律宾籍的老公 表现相当的十分优秀 身或同事还有长官的肯定 还有人说他有着明星脸 长相酷是艺人梁又林 现在一起来看看到底像不像 后面中就会留着俏丽短发 长相十分清秀的女生 正是刚到伊兰专情对报道的移民官严一军 由于拥有多亿将近900分的英文实力 再加上有大学生的亲切外表 昨天还因此在新北市破案 查获了六名陶裔的菲律宾籍外劳 表现十分优异 会有一点担心 可是其实跟大家一起出去应该是海海 就是学长都很厉害 都很有经验可以保护我们 所以这次算是运用自己的专业来看吗 对 就是可以把英文用上 我觉得就是可以学习之间 我觉得很开心 他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男人 那我以前有人说过像梁又林 然后也有人说像孙燕姬 哦 这样 你会不会白个梁又林的拖子 有你的拖子 移民官严一军因为外表清新 一到伊兰专情队 就为队上注入年轻的活力 同事跟长官都很欣赏他的能力 称赞他不仅表现好 长相还有明星脸 酷似艺人梁又林 他来你们队上感觉 觉得很薄泼 办公气味很好 多了一股年轻的活力 他帮助我们很多面对那些 我们外不是很好 但是由他来跟外劳说明的话 就OK了 他英文专业 对 他因为比较年轻嘛 所以有些想法会比较不一样 那对我们在办案上 也会有比较创新的一些做法 另外就是他英文非常好 所以针对我们如果在取缔 那个菲律宾的外劳 或是面对一些外国人 外籍人士的时候 那他的用处就非常的大 那有没有说他像的 是呀 是有很多人说他长得像 那个梁又林 我个人就觉得还蛮像的 现年28岁的延一军大学毕业后 曾经在私人企业工作过三年 但是因为上网公家单位的稳定 而考上移民官 为自己开创出新的人生道路 而他也欢迎对移民官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加入移民署的工作行列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OK 对啊 真ISSA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